你真的覺得我會外遇 不是 我要懷疑你 但如果不是外遇 你應該就會跟我說旅館的事吧 喂 你為什麼覺得 未經的沙漠是婚姻的隱喻啊 滾燙的沙 乾燥的星 沒有鏡頭的沙丘 沒有對白的世界 還有那蓄霧飄渺的海市蜃樓 我講的是人生 難道你一點感覺都沒有 但是我的人生不是那樣子啊 不過對沙英的想像是那樣沒錯啦 也許我寫的根本是垃圾 幹嘛這樣講話啊 你們不出版啊 大愷 我們出不出版 都不該影響你對你作品的判斷吧 是啊 很厲害 我怕你現在要不要緊 我问你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空间 是不是代表你不喜欢整间房子 这跟整间房子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都是一样的风格啊 我们可以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吗 为什么 我刚刚不是一直在讲 这是小事不要放在心上 你都不能在家里写作了 怎么会是小事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那我问你 什么才是重要的 你发现我开房间为什么不直接问我 干嘛跟踪我 你真的觉得我会外遇 不是我要怀疑你 但如果不是外遇 你应该就会跟我说旅馆的事吧 说了会比较好吗 说了不会比较好 为什么说了不会比较好 我很累我不想要讲 你跟我说啊 为什么说了不会比较好 就跟我说嘛 你说说看啊 因为你就像现在这样 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在家里面写不出来 我就要到外面写 这是我是你的问题 我自己解决 就这么简单啊 这怎么会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我们都已经结婚了 就是应该分享所有的事情啊 不是吗 所以真的是因为我说话的方式 让你什么都不想跟我聊 我自己的问题 我一个人烦就够了 我自己的问题 去走走三三星 别生气了 病人 诊 est Claes 滴下